7月22日,台中市乌日警分局的一名警员被发现蹲在人行道电线杆后拍摄慢车道违规车辆 该影片上传网络后,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感 乌日警分局表示,该警员会遵守执行规定,将对其进行申戒处分 并主动撤销当天所拍摄的88张超速罚单 一位市民在7月22日骑车经过台湾大道六段网杀路方向时 发现该名警员隐身于电线杆后进行超速取缔 并将影片发布到社交平台,留言称躲猫猫大师 今天不知道几个人被拍追焦了 台湾大道机车道限速40,这里还是下坡,不用吹油门就会超速了 这段影片迅速引发热烈讨论,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重点是他的警车也不在旁边,苦了这一代的学生 40怎么骑到事情布利斯骑看看 我上次就是在这里被拍,到底下坡限速40是什么 骑脚踏车都超速了 乌日警分局表示,该摧照地点依规定设置于龙井区西藤路 与台湾大道路口往沙路方向慢车道房 并设有警52标志,距离车道地点约155公尺 符合相关规定,根据警方的说法 执行移动式测速勤务时,警员应穿住制服 并在电线杆前站立或坐姿进行测速 同时测速设备应设置在显眼且安全的位置进行公开执法 然而,经调查,这名征信警员在7月22日下午20至40执行超速测速勤务时 不仅违反了执行规范 还将警车违规停在人行道和慢车道上妨碍了交通 对此,乌日警分局对征援警以申戒处分 并主动撤销当天举发的88张超速罚单 大家对这名警察有什么看法,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